所以如果你純粹打仗这个因素上 你买金股,即是黄金相关ETF的概念 可能比油更加自强 他问黄金ETF的买卖策略应该是怎样 我们集中谈谈谈就是240 其实对黄金ETF没有杠杆 你也是跟着金价限 你也不会担心他们突然吃你差价等等 短线純粹我们就是说 你卖的一样东西就是说污黄局势 会不会再做一步升温 但是你问我刚刚我们开头节目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主张突然觉得会打仗,来,死人 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不打的时候 金价就有机会回到1800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炒过 首先你炒黄金ETF 你要想一下金价是怎样炒 金价我觉得都是1800至1900在这些位置炒 range 你想想现在联储局讲加息 一口气加50个点子 5月份再加,6月份再加,9月份再加,10月份再加 整体而言的利率 今年来说很大机会已经是一次过 会由低位调升到1.5厘位置 加息很难离好黄金 我们说过很多次 黄金真正离好是滞胀风险 何谓滞胀风险就是经济衰退得很厉害 但物价失控 但其实虽然现在为何联储局说 加息加得这么急 是不是物价失控? 是的 那些物价真的升得很厉害 但现在不是说滞胀 现在纯粹是联储局要不断加息 所以你会按低通胀 甚至分分钟有个通缩公验 如果你看很多研究机构 做调查报告上 美国的GDP 预测已经按低得很厉害 最悲观的那些 说第一季 甚至只有100%的增长 原因就是联储局未来 缩表 收税会收得很快 所以金价 如果你做短线部署 买金价ETF 黄金ETF 主要问题是这些位置入 会有个问题是 升得多少 除非就是打仗 所以你用这些位置 你用来做对冲 我们一向都这么说 黄金用来对冲一些不愉快事件 万一就是黑天鹅事件发生 一流首选 但问题就是对冲 你买黄金是预计要输钱 相反地 你就是其他的资产上 在铺域有一个 比较良好的正面回报 所以你黄金做对冲 绝对没问题 但如果你用来炒的话 我会问迟不迟一点 你想一下现在的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说乌俄局势紧 就是人家已经十几万兵力 布在边境上面了 除非明天去到 有二十几万兵力 在边境 但这个我真的分析不到 所以你说短线投机 这些位置追金的话 我只能说 直货率不太吸引 这些位置买你都是宜了输 用来做对冲 是一个受损 嗯 按摩